小伙伴们,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其实,唐欣小熊真实的身份 她是汉森的妹妹 小伙伴们,我是有证据的 在评论区中打出566 你将会看到其中的真相 小伙伴们,你们看 唐欣小熊的左右两侧 都是糖果,没有错吧 它前方有一个小包包 小包包里装的也是一个糖果 并且我们发现在唐欣小熊入场的时候 我和学姐看到 她从自己的小包包中 拿出了一个好吃的糖果 这个动作有没有发现非常熟悉 就是举到前方 而这个动作在格雷特的身上 也是可以找到的 小伙伴们,我们还从唐欣小熊的简介中 发现她是来自软糖家族的 所以说她是一个会制作 糕点和甜点的人 小伙伴们,而且我们发现 她和格雷特非常相似 你看经过他们两个的比对 有没有发现在最后的时候 他们都会将手中的东西举起来 这也就是她是汉森的 妹妹的直接证据 小伙伴们,并且我们发现 格雷特她有一个简介是写着 甜食虽好可不要贪吃 这句话显然是给甜心小熊说的 因为唐欣小熊她最喜欢吃糖果 而格雷特她最擅长烧制的就是糖果 所以我们怀疑 唐欣小熊的糖果制作 应该是从格雷特那里学的 他们两个都属于汉森的妹妹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